东北小城鹤岗的冬天里 丢了工作的刚子 已经在家里窝了好几天了 这天他拎起一把锤子出了门 对方翻着兜 向刚子证明自己也没钱 刚子明白对方没有撒谎 可自己也总不能空手而归吧 于是一把夺过了对方手中的袋子 能抢到点吃的也不错 刚子把玩具枪还给了对方 他还没卑劣到 连孩子的玩具枪都要抢 拿着橘子准备回家的他 在路上碰到了一位大婶 大婶说自己从外地过来找亲戚 希望向刚子借30块钱路费回家 刚子看着眼前这位大婶 心想这服装和造型也太不用心了 他都懒得拆穿 大婶误以为刚子愿意听他说话 竟然不依不饶地直接唱起了歌 大婶给你唱歌 小小小猪猪排 江中有 刚子心想这是要缠上自己 赶紧扔给对方两个橘子 开溜了 冰天雪地里 大婶牧送刚子卖力地唱的 这天 刚子在自己家的墙上写下 2月7日 鞭炮 橘子 鞭炮不能吃 今晚只能拿橘子当晚饭了 而另一边 大婶也回了家 面对老大的盘问 他声称今天只骗到了一个橘子 可是刚子不是明明给了他俩吗 原来进门前 他已经被着老大狼吞虎咽地吞掉了一颗 喝过酒的老大并没有怀疑 只是战利品太少 也得受军法伺候 他让大婶拿来了拐杖 冲着大婶的屁股打了三下 老大名叫大勇 扮成大婶的小弟叫宝贺 几年前 他们俩走的也是刚子那种路线 大勇在前面走路 靠出其不意 用拐杖把人打倒 宝贺再上去搜刮出钱来 两人靠着这门手艺 日子过得也算快活 只是近几年 胖人越来越多 瘦得能够被一拐杖打倒的人 越来越少了 这几天路上越来越难见到人 刚子决定转变一下思路 他潜入一户人家 翻箱倒柜 正在找着值钱的东西 可是找了半天实在没有找到 贼不走空 他一想干脆把这台电视抱走卖掉 原来屋里有人 以为来人是宝贺的大勇 睁开眼 发现眼前竟然是一个握着锤子的陌生人 而自己又有腿急在身 显然不是对手 他赶忙向对方求饶 掏出自己所有的现金 请求对方饶过自己 而刚子也紧张得不行 想要赶紧拿钱走人 就在此时 大勇的朋友小二突然来了 小二致力有些缺陷 靠着在教会做工的300块钱工资过活 平时喜欢唱歌 经常陪着大勇哥一起在村子里溜达 而大勇则经常问他教会的事情 以打发时间 为了避免对方伤害自己和小二 大勇立刻介绍说 刚子是自己的朋友 谁知心地善良的小二 却不顾刚子的推妥 再三邀请刚子留下来吃饭 饭桌上一番推杯换盏下来 刚子了解到 对方的生活也有难处 小二说到兴头上 直接唱起了在教会上 学到的歌 听完后 刚子掏出刚才结走的钱 还给了大勇 回家后的刚子在墙上写下 八日 喝酒 听歌 饿 第二天 刚子重整旗鼓 再次出门寻找猎物 可是附近的工人都开始结伴而行 手中还握着镰刀 刚子尾随了很久 终究是没敢下手 他沿着铁轨回到家 在墙上写下 二月十日 锤子 镰刀 休息 过年 喧嚣的节日 只会让幸福的人更幸福 孤独的人更孤独 刚子拿走家里的两颗烟白菜 和几天前抢到的鞭炮 来找大勇过年 路上再次碰到了宝贺 而宝贺已经忘记了刚子 把前天的词又圆风不动地背了一遍 刚子没等他说完 给了他一颗白菜就走了 在大勇家门口 刚子放完了一挂鞭 宝贺此时也赶回家过年 刚子这才知道 原来宝贺和大勇是一伙的 就这样 他们三人成立了一个新的组合 大勇交给刚子 下次再入室盗窃的时候 不管被子下面有没有人 都要先砸一顿再说 刚子则说 自己不敢杀人 大勇用枕筋包裹起锤子 说这样就杀不死人了 三人躺在床上无所事事 刚子这时提议 要不还是出去走老路先吧 毕竟现在三个人了 就算碰见胖子 咱也不怕了 于是 三个人又在冰天雪地里出发了 他们上街寻找着目标 迎面走来一个中年男子 大勇一拐 刚子一锤 三人组就这样开张了 转天 他们再次一样画瓢 又瞄准了一个猎物 就在大勇准备动手的时候 刚子大喊了一声 小心 大勇和宝贺赶紧收手 原来对方只是掏烟 并不是同行 没事 他点闹玩的 虽然没有什么损失 可是当他们再次行动的时候 刚子却直接掉了链子 放走了对方 大勇和宝贺一起看向刚子 脸上写满了疑问 这天一位大姐向他们走来 大勇问大姐借俩钱哗哗 对方低头直接走开了 刚子直接掏出锤子 想要威胁对方 没想到却被对方抢走了 大姐拿着锤子一通乱锤 三人组彻底失败了 他们躺倒在鹤岗冰天雪地里 放松了下来 回到家后的三个人 再次挤在了床上 这次 刚子对两位朋友敞开了自己的心门 他谈起自己现在只剩下两个亲人了 哥哥和侄子 也都搬去了南方 侄子爱唱卡拉OK 也许现在就在唱 那边在街头唱一首歌 只要两块钱 而哥哥是一个爱好文艺的人 他每次喝了酒之后 都要朗诵再别康乔 那河畔的金六 是西洋宗的新娘 至此 但随着朗诵诗歌的声音 电影在鹤岗 萧瑟的雪后景色中 结束了 锤子镰刀都休息 是导演耿君 在2013年 指导的剧情短片 全片片长52分钟 荣获第51届金马奖 最佳创作短片奖 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就像导演所说 他所拍的都是这个时代中的失败者 他们本性善良 但是不得不学着别人做坏事 在当下这个一切都像速度 效率看齐的社会 刚子 大勇这样的人物 显然处于了被抛弃的状态 然而他们虽然身处社会边缘地带 却在性格上有着独特的闪光点 在检查自己的战利品时 刚子把小孩的玩具枪还给了失业的工人大哥 他的原则本是只抢钱和吃的 可是他却留下了鞭炮 原来他也需要在过年的时候放上一点鞭炮 也许这会让他感到一点温暖 在大勇示范如何捶人的时候 他连连摇头说自己并不敢杀人 大勇靠坑蒙拐骗过活 可是在自己腿瘸了之后 却依然与女友分开 理由是不想耽误他 其实他们的世界也很单纯 单纯到大勇觉得只要有三十个朋友 就能靠每天去蹭饭度过每个月 锤子镰刀都休息 展现了一座颓败的东北边境小城 那里的煤矿亭工 工人失业 年轻人纷纷离开 残留着玉米结杆的土地 一整个冬天都被大雪覆盖 唯一的景色就是越莓的火车 这样一个故事发生地 显然也是整个东北的缩影 在经历了下岗潮 以及当下经济转型之后 东北的前路可能就如同 影片结尾的景色一样 残雪尚未化尽 大多数人只能寄希望于明日的晴天